歡迎收看白宮意見 我是張晶毅 美國總統拜登在當地時間的週三 是突然發表聲明要求美國情報部門 繼續蒐集新冠病毒起源的信息 主要是調查病毒是源自動物宿主感染 還是實驗室事故 並且要求於90天內出報告 對此中國外交部也很快地做出了回應 表示世衛組織聯合考察組 已經做出了中國實驗室洩漏論是極不可能的結論 如今美國卻想再借疫情搞污名化跟政治操弄 這一期我主要想要聚焦談美國的政治 是如何操作這病毒起源的議題 而實際上拜登一直在週二之前 都強調應該交由世界衛生組織去調查 這裡我回放一下短短兩天前的白宮記者會 政府認為有必須要有一個獨立的研究 一個是由國際社會 結果短短的一天時間 拜登突然改變主意 決定要美國自己的情報機構去進行調查 這是怎麼一回事呢? 曾經擔任多年白宮記者 還當過白宮記者協會會長的華盛頓郵報記者 諾克斯在今天也就是當地時間的週四 寫了一篇關於這調查的背後政治動機的分析 他分析一開頭就說 實驗室洩漏論是未經證實 但是在美國的政治上卻證明極其好用 因為美國的共和黨人是反覆 用這未經證實的理論來打中國牌 並且是為特朗普辯護 諾克斯的分析說 打中國牌對共和黨的政治人物來說 十分重要 為什麼呢? 一來明年就是中期選舉年 目前民主黨在美國國會參眾兩院的多數 是微弱到不能再微弱 共和黨很可能能至少奪回參院或者是眾院 再來2024年美國總統大選其實也不算遠 於是這些政治人物是持續對華強硬 目的就是爭取選票 而且還能夠向特朗普表忠誠 畢竟散播中國病毒言論的主要推手就是特朗普 對於特朗普效忠 對他們的政治生涯來說是極其重要 因為儘管拜登已經執政超過了100多天了 民調指出半數以上的共和黨人 還是認為特朗普才是真正的美國總統 相信你也看到不少報導在說 拜登上台之後 對美國持負面態度的中國人增加到74% 而在美國也是類似 對中國持負面態度的美國人也在7成以上 如果以政黨來區分的話 共和黨支持者持負面態度的 是高於民主黨支持者的 不過 民主黨持負面態度的人也在6成以上 因此打中國牌已經不是共和黨的專利了 特別是剛過去的週末 美國的媒體是引用美國的情報機構 此前未經披露的消息指稱 武漢病毒所三名員工在19年底就忍病 這由美國政府給的 然後有美國媒體報導的消息 讓拜登搶回中國牌的主打地位 說到這 拜登之前不是為了重振美國基礎設施 開口要2萬億美元而大打中國牌嗎? 結果效果似乎不理想 今天共和黨回家說 共和黨只願意在基礎設施計畫上 花9000多億美元 這只有拜登要求的一半 所以拜登加碼打中國牌也是可以預期的 之前幾期的白宮意見也提過 拜登能夠團結起分歧嚴重的美國兩黨的 也恐怕就只有中國了 順便再提一下 明天當地時間的週五 拜登預計將會提出 二次世界大戰以來 要價最高的美國政府預算案 一口氣是要6萬億美元 比起2020年美國財年的4.8萬億美元的預算 這開支完全是巨幅的跳躍 不過這巨額的預算還是需要共和黨同意的 因此不管這次病毒起源的一個調查結果如何 拜登會繼續再打其他中國牌 是完全可以預料的 說回美國的疫情 在美國大幅施打疫苗 讓死亡跟確診率都大幅下降之下 不少人似乎已經開始疑忘了 為何美國會是世界確診第一跟死亡第一的國家 美國之所以疫情慘重 很大一部分原因與政治鬥爭 還有兩黨分歧有關 回到特朗普離開白宮前一天 美聯社是用巨大的標題報導 可恥 在特朗普離任時 美國病毒死亡人數是超過40萬人 而在上個月華盛頓郵報報導 因為特朗普政府的失職與不作為 保守的估計 讓美國是平白無故多死了24萬人左右 這是24萬條活生生的人命 這還只是保守估計 而拜登接手美國政府4個月之後 美國又新增死亡快20萬人 今天美國新冠死亡總人數是逼近了60萬人 而這裡面呢 可是有好幾十萬 有家人 有朋友 本來現在還可以活得好好的 但卻永遠離開人世的人 這究竟該怪誰呢 謝謝你的收看 還請關注與點贊 白宮意見 讓我為你帶來更多 對美國的近距離觀察與分析 平安